在上一集我也分享到在Google Chrome下载一个传统 就可以看到那些已经被你的国家Blog了 或者是被其他国家Blog了 不可以让你看到的网站的一个传统 如果你还能不去下载的话呢 或者是你不想去下载这些传统的话呢 还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生态地狱 我是神浩 今天这样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个比较 简单的DIV 来让你可以 access 到一些Blog的网站 不过这个设置呢 其实也是蛮简单 所以这边我就来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就去看吧 我现在使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电讯台 这里我会选一个已经被我们有些Blog了的网站 所以这个是当你又access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网站就是这样 它已经被Blog了 所以现在我要就改一些setting 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到底是怎样子呢 我们就去看 这个是使用Windows的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好像MacBook的话呢 你可以有其他的setting 不过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这里呢 你可以进setting 然后Network Internet 然后选WiFi 选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然后你再选WiFi 选Properties 然后在这个InternetProcode version4这边 点击Properties 然后选这个DNS 这里呢 我输入的是Google的Default DNS 4个Bug 然后2个Bug 2个4 然后按OK Close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Refresh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了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 比较容易上手的Defs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得到 不过这个DNS Setout呢 其实不一定可以适用在任何一个网站 就好像如果我要去新加坡的那个通告的网站呢 其实它也会detect到我是在马来西亚的 所以我就不可以看到他们的视频 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VPN 就是上一次我交到那个VPN 来打开这个网站 让你可以看得到 当然还有很多个VPN 你可以去尝试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很实用的话呢 你帮我点击个Like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想收到更多 关于科技与生活上面的责任的话 记得订阅SENHAU TV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订单 所以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收到我的影片 那么我是SENHAU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